姚思辰 个月 编曲 录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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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再跟大家做回充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尤二姐死后 大家猜猜看 已经死了一年 但是呢是谁 記得猶二姊的紀律 而且要好好的為她上墳祭奠她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是假延嗎 財婦 假延這個人 總而言之 她根本就忘掉這件事情了 你們不要以為在猶二姊剛死的時候 她可是又恨又氣又傷心有沒有 而且她一部作為替妳報仇有沒有等等等等 可是根本沒幾天 大概連這件事情也都忘掉了 所以真正的答案是王熙鳳 而在一個人已經死了 老實說也不成為對手了 也根本不必在忌諱她的狀況底下 她還記得她的忌日 然後要拿出在窘況的經濟當中 那麼拼湊挪出來的錢來為她氣墊 我覺得這個如果不叫真情也相距不遠 所以我下面要來跟你們談一個真情的問題 就是我們今天講了那麼多 王熙鳳她的詮釋 她在情人公主底下 走走倫理的約束 好像她其實都是在應付這些外在的要求 然後為了努力把一家大小安頓好 所以我們面面去到 似乎她就是一個 技巧高明機關算盡的這樣一個人 但是我想事情不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王熙鳳這個人會讓我們覺得很可愛 為什麼她有時候辣到不會讓我們很討厭 反而絕對有一種痛快思染 我們必須要注意到說 敷塵就是布設在這個人的人格底下 事實上還是湧動著某一種的 非常真切的情感 只是在她打理那麼多人 那麼上千人的家族 上面我誇大一點 那麼她不得不用嚴酷 不得不用一種不講情面的當事去解決 而因此所造成的一種冷不無情 或者是情面無私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形象 是被掩蓋在這些形象下面的 但是那個是真正流動在她的人格底層的 所以呢 我們就延續了這個尤二姐的部分 請大家來看 就是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跟賈妍夫妻 他們一方面商討家計 二方面兩個人就吵其架來了 好為了錢 好這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錢 真的就是貧賤夫妻百事安 這個是一個很嚴酷的 現實的一個壓力 然後在那一很長段的 這個夫妻對話裡面呢 我們現在只講跟現在有關的那個段落 總而言之 賈妍就因為把這個王熙鳳逼急啦 那王熙鳳也說了一些狠話 這個狠話是對她自己說的 所以聽的人也都覺得 哎呀你何必講的那麼的 這這麼的那個讓人都不忍 那麼所以賈妍就笑說 說句完話你就急了 這有什麼這樣的 你要使一二百兩名子指什麼 有的沒有 這還有先拿進來 你使得再說如何 所以這邊本來有點在討好她的意味啦 就是因為她前面呢 對王熙鳳說了一點重話 那王熙鳳我們高興 就講了一個更重的話 其實呢是有一點點 怎麼講 那我就閒口變廢 我又不是死了 急著要這裡寫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這個話就說 已經太不吉利了 所以能講也 趕快叫你轉圜 所以說哎呀 不是計較這個啦 現在既然還有這一兩二 一二百兩名子 既然有 就先拿進來 你先用嘛 就不要講這種 這個這個 這麼樣這個嚴重的狠話 那所以呢 你看鳳姐就說 我又不急啊 我又等著閒 等著閒電費 然後那什麼 你看這個話又很重的 意思就說 我又不是快要死了 所以急著用這幾錢啦 有意思嗎 所以你看賈蓮 又有點 其實也也不忍了 她就說何苦來 我飯小姐要干我剩嗎 為什麼要講都講得這麼重 那鳳姐聽了呢就笑起來 因為她也感覺到 賈蓮呢 也有一點過度禁逼 那現在她也在後退了 所以王熙鳳也放鬆了 所以她又笑起來說 不是我著急 是你說的話搓人的心啊 她說我因為我想著 後日是由二姐的周年 我們好了一場 雖不能別的 到底給她上個墳 燒張紙 也是姐妹一場 她雖然也留下個男女 也要前人撒土迷了後人的一點才是啊 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忘記人家的恩情 總而言之 一語道把賈蓮說沒的話 原來啊 這一二百兩名子 我們王熙鳳要過來 實際上就是為了給 劉二姐上等用 那麼賈蓮剛開始還誤以為 王熙鳳很貪心 一直要苛構中老私男 所以才會把王熙鳳 氣到說那些重話 所以呢 賈蓮既然這樣一聽 那事實上這也是她心裡 面對劉二姐的愧見 對不對 所以呢她沒了話說啦 那麼低頭打算了半賞 然後呢半想 然後才說 難為你享的周全我盡忘了 對不對 連她都忘了 你還有什麼好想 所以王熙鳳已經不容易了 她說七十號人才用 那麼用明日得罪 就是明如有這筆錢進來 那你就隨便使多少就是了 所以你看就是為了這筆錢 這樣的動活吸透 所以兩個人都財務緊張 以至於呢就在這一兩百億 兩名字之間就發生這樣的一個爭執 好啦 所以呢 各位這件事情讓我們看得出來 真的假如我們劉二姐 不放在王熙鳳的心上 你認為她會記得她的周年紀嗎 我想這個沒有真正的用一份情 那麼留心記憶 這個說實在的是不會出現在這裡 當然你如果要用陰謀論也可以 那麼用陰謀論來解釋呢 就會去說 王熙鳳這個人本來就很會收買人心嘛 對不對 他們是機關算計嘛 要記得誰的生日 誰的忌日 誰的什麼祖宗發財 她已經很在行啊 什麼時候要用哪一筆 來達到她的現實目的 她也很厲害啊 所以呢這個時候 只不過呢是很便利的 利用這樣的一個世界 然後呢來堵住假年的口 來佔盡這一二百兩名字的便宜 你要這樣解釋 也不是不可以 總而言之到底王熙鳳怎麼想 這個說實在的呢 也確實只能夠由我們來詮釋 然而我會覺得 當你只要那樣 只用那一種陰謀論來解釋的話 我會覺得 我有一點點的不忍 也有一點點的不安 原因在於呢 我認為一個一個人 除非我們有很明確的證據 否則千萬都不要從壞處去想 我覺得事實上這是我們做人應該要有的 那麼即便有惡行 有壞機 我們也得要先保留一下 真正了解背後還有多少的可能 多少的動機 多少的這個無可奈何 然後我們再來做判斷 我覺得呢 這種陰謀論的御用 最好都是放到最後一步 已經到了事實 確實如此 我們再拿出來用 假如沒有做前天那些步驟 我們就直接用陰謀論來討過一個人 說實在的這是讓我很不安的事情 我可以來講 你不要忘記 你怎麼讀紅紅夢 事實上讀到的是你自己 所以紅紅夢是不是那個樣子 已經沒有人知道了 但是你讀成那個樣子 其實那就是你自己的樣子 所以我們一年半前 開宗明義就跟大家 這個引用的那個日本山本旋風 他就有講說 那麼每一個經典其實都是一個敲門磚 你是要敲開門 換出其中的人來 那個人就是你自己 所以經典並不是一個客觀的 然後獨立於你之外的那個世界 然後呢好像跟你是一個互不相干的 兩方面不是的 你怎麼讀 事實上就是你的投射 你的自我在裡面 最後你讀到的樣子 根本就是你的性格 你的價值觀 你的人品的流露 所以我覺得不安的地方就在這裡 因為這種陰謀論其實更透顯的是 我們讀者自己的第一個不負責任 第二個恐怕我們的人體也未必崇高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我覺得不忍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王熙鳳並不是這樣的人 他要不是到了一種什麼騎虎南下 被逼到不行的時候 他事實上是很少去動用到 這麼樣一個嚴重的手段的 所以呢 我們下面一會再舉另外的例子 來告訴你們 他事實上即使在這種 七觀算計面面去到的這個 各種策略的運用當中 事實上呢 都有真情作為支持 所以呢 他的做法才會讓人感動 原因在這裡 你配服 又感動 當然 如果你跟他是對立者的話 你大概呢也會覺得有點畏懼 那這個就是呢 自己的人非常複雜 也非常豐富的原因 那除了尤二姐 這個很獨特的例子之外呢 實際上在《逢貓夢》裡面 處處可以看到 王希鳳很真心的 替別人著想 而且呢 算是體貼入微的行為 我們之前是不是看過他對習人 是不是也是照顧很周到的 有沒有 拿出他自己的那個毛大衣 來送給他 真的是送喔 那個完全是沒有對價的關係的喔 那麼這個如果 這個沒有一份真情 單單只從假家的體驗來說 恐怕也未必會這麼的動人 所以呢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知道這個就完全涉及不到 這個家族運作的體驗的問題喔 所以是最重肯 最看出王希鳳的人品的一段情節 那是第49回的 那時候行秀菸啊 還有這個其他的前妹們 他們都來到了大觀園 那麼由於呢 家家都有他們自己的一份依靠 只有行秀菸 你們知道行秀菸的 應該算是他的省孫吧 不就是行夫人對不對 可行夫 你們知道行夫人家很麻煩啊 第一個行家的財產 你們知道都在誰的手上 整個行家 透過第70幾回那個行大舊 就是行夫人的親中令 等一番最後的最後 就喝醉之後的言論 我們大約勾勒出來 就是呢 事實上請你們注意 行家也是大部分人家 否則不可能跟假家聯姻 這個是很多人在讀紅紅夢的時候 會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有沒有 你們都覺得行夫人 尤其是寧國府那邊 好像娶個行夫 感覺上都不像榮國府這邊 這麼樣能當戶隊對不對 真的有這種感覺 這個感覺是很真實的 不過如果時事求是來考察的話 實際上呢以行夫人而言 他們的家世背景也是大家族 這個呢是知焰哉有特別提到過的 知焰哉尤其是在行夫人呢 在不經歷之間 從傻大姐那邊這麼拿到的秀村 一看之下就嚇著這樣轉起來有沒有 那個意思就是說 驚嚇到說整個就很不自覺的 本能的反應就是立刻藏起來 就是避免被看見 自己也不敢看 你們知道這個舉動啊 我不知道看過多少次了 然而我沒有意識到這個反應 透顯出來的這個人的意識形態 以及產生這個意識形態的家庭環境 那麼知焰哉就點出來了 他說請你注意他這個動作 這就反映出呢他也是大家族的出生 才會有這個反應 因為一般小家族啊 出生的小家庇域 由於整個那個教育啊觀念的不一樣 他們事實上其實在男女方面是比較自由的 所以呢我們的詩琪去跟他的表哥潘宥安偷行的時候 是不是就用秀村郎作為那個表情的 或者一個證物有沒有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呢在比較一般階層裡面 他們真的對男女的那個是比較開放的 反而是這樣喔你們要注意喔 可是這種大陸人家那個禮教生言 他們非常講究 而且真的是我跟你們提到過的 是性命臉面的事情喔 所以呢請問人看到這個東西的反應什麼呢 是這麼的強烈這樣的一個 跟一般女性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就證明她是大家的夫人 好這個是知驗哉啊 他們要有這種家世背景 才能夠呢很清楚的一下子就判斷出來 我們就不覺得這有什麼大不了對不對 所以呢所以 行家也是足以跟假家匹配 連姻的一個家族 因此這一份家產也是非常龐大的 可是呢透過那個刑德什麼刑德權 刑大舅的那個喝醉後的一番言語 他說他們家的家私喔 都是被這個刑夫人呢把持 所以呢他們全家就很可憐 都很窮 可是實際上呢家產都在這個大姐這邊喔 那可是呢刑夫人又非常的吝嗇 以至於呢苛扣到已經失掉了那個大姐的體統 那麼這個當然又是另當別論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呢 就因為在這個狀況底下 行秀淵作為晚輩 那更不用講了 行夫人連自己的兄弟都苛扣了 哪裡還會去照顧到這個晚輩喔 所以很可憐啦 行秀淵到了大官員 是不是得點當自己的年傲有沒有 然後呢就非常的 真的就叫做寄人底下 好 那麼連那個下人啊 什麼那些婆子啊 丫鬟都敢欺負他 那麼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請你們注意第49回 這邊有一段的描寫喔 那麼就是因為啊 這些少女們出來乍到住進的大官員 我們王熙鳳呢 他發揮了這個管家者的那種眼力 不要忘記穿心透肺的勢力喔 然後呢他一一的觀察 蠻有趣的 為什麼呢 他說他人眼看著這個行秀淵的心性為人 那麼靜不像行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 就是又苛扣又吝嗇又比例喔 所以呢 剛好相反 行秀淵真的是一個 屋裡中長出來的一朵蓮花 他卻是呢 溫厚可疼的人 他直的人對他好 所以呢 鳳姐因為他這樣的人品 再加上呢 又連他家貧命苦 所以呢 就比別的姐妹多疼他些 以至於呢 以後啊 假如行秀淵不是回家 而都是住在大官員的話呢 只要住到一個月以上 那麼鳳姐就比照迎春的奮力 每個月就是給他一份的月營 你們知道這一份月營是多少錢吧 錢很重要 我給你們提醒過很多次 不只是貧賤夫妻法治安 沒有金錢概念的學生 讀紅的夢也會讀不通 所以呢 再提醒過你們啦 這些年輕未婚的主子費 少爺跟小姐 他們每個月的月錢是多少 蛤 二兩名字 好 是二兩 那麼姨娘這一類呢 不是正式的主子 半主半農也是二兩 好 因為做了姨娘嘛 已經算是已經有了婚娶的這個身份 好 總而言之 那所以秦宥淵呢 他每個月就有二兩 但是當然很不幸啦 這二兩就我們剛剛都提到過了嘛 是不是又被寧春房裡的那些厲害的 然後貪心的這些下人們 得給那個額詐掉了嘛 所以他得去當依杜東 那這個都是我們都知道的 好啦 所以就這點來講 你們注意一下喔 對於刑秀淵的好 是不是完全從現實考量來講 打一打算盤是完全不必要的 對吧 好 反正你對刑秀淵好 能夠討好得了刑婦人嗎 不 因為刑婦人根本不在乎 刑秀淵的信與不信 所以呢 這中間 完全就沒有這個人情的顧慮 換句話說這完完全全就是 看到刑秀淵本身的人品 然後呢再加上你看 連他家庭命苦 你不覺得這也是一個 非常溫厚的心性才有辦法做到嗎 然後呢你挪出了這份錢 我們已經提到過了 你要不是要這個巧立名目 你要不就是要挪用別的項目 要不然就只好自己賠啊 自己貼啊 這個說實在的呢 都又是要多花一份心思 甚至要多付一份的犧牲 那麼在沒有現實的考量底下 我想一般人是不會做的 好 所以王熙鳳也真是不容易 就這件事情來說 那麼當然呢 既然在刑秀淵都已經做到這個程度了 那對於他自己的家裡面的 軸裡姐妹們呢 那更是呢這個設想周到 這個是在第51回 那時候已經是快要冬天了 你們都知道第53回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要除過除夕 所以已經要入冬了 那麼天氣很冷 他們呢在北京 小樹裡面賈魯在北京 可是老宅是不是又在南京 而南京到冬天是會下雪的哦 也一樣會下雪的 所以是很冷的一個狀態 那麼王熙鳳他就主動提出一個建議 他就對王夫人說啊 天啊又短又冷 不如以後呢大嫂子 就帶著巫娘們在園子裡吃飯 這個是一樣的 等到啊天長暖和了 再來回了跑也無法 你們就知道從這一段來講 注意到了嗎 顯然呢大觀園中的小姐姑娘們 也常天天都在奔波之中 什麼意思 他們三餐是不是都得到 來回的恆越大觀園 然後到什麼王夫人 主要是賈母那邊去陪她吃飯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他們大家的規矩 然後再加上成婚定型 那個繁文入結 換句話說 他們會那麼的苗條鮮細 也是有唯一的好不好 因為運動量很夠 好 所以可是這麼一來 天氣冷的時候 這個路啊 路上風寒刺骨啊 小姑娘們各賀鮮細 又這麼的這個嬌生冠養 若不驚風 那這下不得了了 他說啊 所以他就提出這個建議 他說就算了 他們在園子裡自己開口吃飯 便多廢些事 可是考量力必得失 小姑娘們冷風塑氣的 別人還可第一 林妹妹如何經得住 就連寶兄弟也經不住 何況眾位姑娘 有沒有注意到 他第一個考慮到的是誰 是林黛玉 林黛玉身體質不好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那麼所以叫做病息師 那王熙鳳是說 連寶玉作為一個比較強壯的男子 你不要忘記他是越發福了 然後呢 連他都經不住 這種驕貴的這個大家子弟 那相對而言 千金小姐那更承受不了啦 別的姐妹也不行啊 所以你看他是真心替林黛玉著想的 這又是一個證明 那所以這個建議立刻就獲得了王夫人的首肯 這一段話也非常值得推敲 但是我想我們有機會等到 談到紅樓夢中的母神崇拜的時候再來說 因為王夫人事實上是紅樓夢裡面 不可或缺的母神之一 跟你們一直以為 他是什麼冷酷無情殘害少女的封建女殺手 是完全不一樣的結論 好 實際上王夫人是保護這些少女們的母神 也可以說呢是她們的再生母親 但是呢這個說來話長以後再說 好啦 王夫人不但首肯 而且還提出一大篇面面俱到的具體方式 你就知道說王夫人事實上恐怕 對這個策略她已經也放在心裡面想過了 所以一旦王希鳳提出來 她立刻就提出非常具體的 面面俱到的一個具體措施 那所以呢 那麼賈母就贊許王希鳳說啊 正是這話了 好 她說啊 那麼下面我中間我跳過去哦 總之賈母是對王希鳳能夠考量的這麼周到 她就呢也給王希鳳一個讚美 她說啊 我今兒才說這話哦 是因為素日我不說 我為什麼用素日不說呢 一則是怕逞了縫丫頭的臉 就是呢讓王希鳳太得意啦 她已經霸王似的一個人 不要再錦上添花哦 不要再讓她異才餘道 所以我平常是不多讚美王希鳳的哦 那麼更何況二則眾人不服 意思是說如果我平常這樣讚美王希鳳哦 可能很多人也都不以為然 就像你們說 你們也會對王希鳳的很多做法 不以為然是一樣的嘛 因為大部分沒有站在她的位置上面 努力的設身處地 我們真的很容易誤會她 所以呢你看賈母對這個狀況 對於王希鳳的處境 事實上是心知肚明哦 所以她說我是今天才說這個話 我素日是不說的 一則呢是不要逞了縫丫頭的臉 二則呢也怕大家不服 可是我今天要說了 說什麼呢 你們現在都在這裡 也都是經過軸離姑嫂的 可是你們承心自問 有誰是有她這樣想得到的沒有 沒有 沒有一個人真正對自己的軸離姑嫂 有這樣體貼入微的設想的 好 所以呢大家遇到這樣的一個 算是一個質問 那麼承心自問之後你就會發現 對我們真的始終經過了 的這樣的一個類似的一個身分地經驗 但是沒有一個人像王希鳳一樣 考慮到這一點 好 所以你看薛姨媽 李沈啊 尤氏啊 等等就一起笑說 真的少有 王希鳳真的少有 別人不過是理上面子情兒 就是說都不過是在表面上啊 做做人情 可是呢 王希鳳實在是真疼小姑子 小叔子哦 他說就是老太太跟前 也是真孝順 那我覺得這個話 當然你們也可以質疑說 是不是講給賈母聽哦 等於是順藤摸瓜 等於順勢說討好的話 未嘗不是沒有這種可能 不過我還是覺得 這其中也有三分的事實 甚至五分的事實 那你不能夠因為呢 有順藤摸瓜 順勢討好的意味 你就否定說 中間也有五分的真情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只是希望能夠 請大家注意 這五分的真情 是不可以故意視而不見 它確確實實存在 也是王希鳳性格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哦 好 所以呢 我們看到他這麼多真情的表現 當然最後一定要再提到 他情同姐妹的貧兒 所以他對貧兒的真情 那已經不用講了 所以這兩個人才能夠剛柔臂跡 然後呢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 那麼沒有王希鳳的這種真情 這種厚道 這種犧牲復出 貧兒大概呢 也不會被引發出 這樣的一種嗜膽中心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真的是相對的 不只是你對我好 我也對你好 你的人品值得我敬重 我會更加深對你的好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意思的 一種良性循環哦 所以這一對名為主仆 可是呢 情同姐妹的這兩個人 我覺得給我們很多不一樣的 那麼對人性好 或者是對人跟人的關係 可以有不一樣的思考 好啦 所以呢 這些真情的部分 我們就交代到這裡 而最後要跟你們來談的事情就是 終究我們要回到王希鳳的下場 他做了這麼多的努力 受了這麼多的委屈 也給了這個賈家這麼大的犧牲 我必須告訴各位 第十三回回墨呢 回墨師所讚美的王希鳳 群差依二可持家 是真心的讚美 所以他是生於墨世的一個 枝粉對比的英雄 賈家如果沒有他 那個表面的富貴繁華 也不可能多延續這幾年 我必須說賈寶玉 林黛玉這些人 當然不用講賈母他們 能夠過著這樣一個無憂無慮的幾年的 大官員的太平歲月樂園生活 事實上都必須感謝王希鳳的 如果不是他的努力 賈家的這一種敗落會更早 那麼所以我下面有一段話 要放在這邊 一方面是對前面做補充 二方面也是做一個總結 之前有提到許許多多的 所謂的大手大腳不知裴墊了多少 其中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七十二回 這邊有提到 王希鳳就冷對著那個 因為第七十二回 我們剛剛有說他跟賈寧 不就為了家用 為了錢就有一番爭執 這就是他中間其中的一段 我剛剛刻意跳過去 是為了放在這邊講 他就很感慨的說 你們都說我放高利貸 我愛用錢 可是我真的是在白費心計 所以他說我也是一場吃心白石了 不要忘記生前心已碎 所以這個心是吃心的 這個吃心呢 不完全只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而是為了整個假家的一種勞心勞力 所以他覺得自己笨啊 我為什麼要做這麼多付出跟努力 所以我也是一場吃心白石了 他說我真的的還等錢做什麼 好在這邊我們先暫停一件事 那各位都知道他到底有沒有私房錢 我們提到過他有放高利貸 而有說明他非放高利貸不可 可是呢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私房錢的問題 這剛好是一個可以大家來想的問題 好所以我們也在這邊做補充 他真的還等錢做什麼 事實上他非常有錢 你要注意喔 不只是說包攬送市所得到的那個賄賂 一場一場都是30003000的這樣的單位 那個倒是不是重點 請各位看一下 第15回王熙鳳就有講到 他說啊你真的要我拿錢出來 就算是3萬兩 我此刻還拿得出來 這個是對那個禁虛腦迷說的話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才不為了這個錢 然後呢去介入到人家的官司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錢很夠用 我不是為了錢 所以呢才接受你的這個請託的 所以這邊就提到 他的私房錢有3萬兩 好 那麼這個等於說這個數額呢 在第72回同樣的 跟賈蓮夫妻在爭執的這段話裡面 也有提到 當賈蓮啊跟他說 請你幫我弄個多少錢來 然後呢平兒就幫王熙鳳 要了等於算利息錢的意思啦 就是說你既然要我們幫忙 那也得給我們一些利息錢 然後利息錢我們其實還有用途喔 那所以賈蓮就生氣啦 就說你們也太狠了 不過要你們幫個忙就要利息錢 何況你們這回事別說一千兩個當頭 就算要信銀子要三五千 只怕也難不倒 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 這回事不過是反你們借 反你們說一句話 然後呢借出這個錢來 你竟然還要跟我要利錢 真真了不得 所以王熙鳳才會很生氣嘛 那總而言之你看 鳳姐聽了就很生氣了 翻身起來就說 我有三千五萬不是賺的你的 懂嗎 我雖然有錢不代表我就要通通拿出來 貢獻給你假家耶 然後呢 所以如今你比外外上上下下 背著我嚼縮我的不少就差你來說了 我們王家可哪裡來的錢啊 這裡是反話了 我們王家可哪裡來的錢 都是你們假家賺的 別叫我噁心了 你看就前面是要反話是要弄語氣喔 所以他來說 難道你以為錢都是你假家的 我們王家都是沒錢的 你別搞錯了 你看著你們家是什麼 直從鄧通 把我們王家的地縫掃一掃 就供你們過一輩子呢 說出來的話也怕燒現有對證 他說把太太和我的嫁妝細看看 比一比你們的 哪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 這句話很有意思喔 什麼叫把太太和我的嫁妝 那個太太你們知道是誰 就是王夫人怕多姓王 所以兩代嫁到假家 你們知道這段話有什麼含義嗎 當然你們都看得出來 這就是指呢門當務對的意思對不對 但是你們大概也不知道 這一份優厚的嫁妝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你們要不要來想這個問題 我為了瞭解過去女性的地位喔 那麼加上呢 因為她們三從四德的結果 很沒有什麼自主權喔 以至於呢對於她們的這個財產的 支配權的一個問題 開始有一些歷史學方面的研究 然後呢為了瞭解過去的女性 她們是怎麼樣面對這個困境喔 多了一些研究成果 有一點點瞭解喔 還不夠全面 但是大約啦 我知道了可以跟你們分享 你們知道嫁妝的意義是什麼嗎 為什麼女子出嫁要給她嫁妝 所以簡單說 簡單說每個時代又會不一樣 不同階層的又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夠很粗略的說 你們知道在傳統裡面 因為女性不是本家的人 她終究是要於歸於她性 所以什麼身為人家的人 死為人家的鬼 她以後是要在人家裡面接受祭祀 就是她完全是脫離這個本家的 但是呢因為情分 因為什麼的原因 那麼她在法律上 是沒有財產繼承權的 知道嗎 可是呢為了補償她 畢竟她在這個娘家生活了十多年 有那種骨肉親情跟恩情 所以呢會用給嫁妝的方式 等同於呢給她分一點家產 這樣瞭解嗎 那當然那個嫁妝呢 就跟這個家族的融庫有關啊 跟她跟父母的關係有關 然後當然也跟不同的家庭狀況有關 總而言之那個嫁妝是跟整個家產是不能相比的 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這種嫁妝裡面請注意 我沒有見過學者的研究裡面 引用到的文獻是包含不動產的 懂嗎 就是呢給女兒的那種都是動產型 就是比如說金銀珠寶啦 甚至那個銀兩 或者是一些昂貴的家具 衣服等等這些東西 沒有房地產 那房地產這種東西 對過去人來講叫做橫產 那個是要由自己的家族代代相傳下去 是只給兒子不給女兒的 好這你要注意 這真的很不公平嘛 沒錯 好所以我們要改變 好再來 那所以呢他們拿著這份豐厚的嫁妝 基本上就等於是娘家給他的一些補貼 好不好也算是一部分的分產 但是這個分產當然就跟我們剛剛說的 他是不能跟兒子所分到的相比 那麼除了這個意義之外 第二個是什麼意思要注意 尤其是在這種注重那個 門當戶對的社會環境裡面 他也是要為了讓這個女兒 到了夫家之後呢不被看清 不被看清是不是才能夠保障 他在這個家族比較幸福的生活 所以呢這個家庭會給的多一點 有的時候也是為了這個女兒的未來幸福 所以你越是能夠跟這個家庭 門當戶對的話 你就越能夠呢平起平坐 就不會呢被人家欺壓 那這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原因 所以各位你們想一想這邊呢 王熙鳳所說的現有對證 把太太和我的嫁妝細看看 比比你們的 哪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 這個話呢仔細推敲起來 其實是非常心酸喔 因為顯然如果他的嫁妝是配不上賈家的話呢 那賈蓮不就更囂張啦對不對 現在還會跟他談論到後來他自己願意認錯願意去爬好 才沒那麼好的事喔 所以呢很可憐的 真的洪溫夢是一個建立在現實邏輯中的一部虛構作品 可是他是符合現實邏輯 因此他絕對沒有忽略掉 人性在複雜的社會脈絡 跟複雜的這個生活環境當中 所面臨到的種種問題 所以呢 王熙鳳的這份私房錢 請注意 在過去的那個時代裡面呢 除了有我們剛剛所說的那兩個用意之外呢 某個意義來講這也算是給這個出嫁的女兒的一個保障 懂嗎 因為這就是他的 這個嫁妝喔 請注意原則上 就是屬於這個女兒個人的私有財產 事實上呢 這是可以不被這個夫家所使用 那當然啦 實際上的運作就常常不是這樣 原因是因為你都嫁到人家家裡面了 變成人家家了一份子 那如果跟這個家人呢 之間感情又好 那當這個家族有需要的時候 是不是通常就把這個家裝拿出來用了嘛 這個也是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的 所以呢 往往到後來這份嫁妝就充公了 就是用各種那樣的形式 然後就變成這個夫家的一份資產 但是呢 從王熙鳳的這段話來講 我們看得出來 由於賈家呢 他們也是那一種 世家貴族喔 本身也是財力雄厚 所以呢 他們還沒有動用到 王家嫁進來的媳婦的私房錢 他的嫁妝 這樣懂意思了嗎 那所以就這點來講呢 他還保有這個資產 難怪他會說 我又不缺錢用啊對不對 我根本就三萬兩都拿得出來 所以他根本不是為了錢 然後呢去做這些 真的是小門小家戶的 這種苛扣的 賺那些這個銀兩的 這個根本就不是他們這種 出生背景的女孩子會容易出現的情況 所以呢 才不會去算現在的利率是多高啊 什麼都放在眼裡的啦 好 總而言之各位要注意 就因為呢 我有三千五萬不是賺的你的 所以我們王熙鳳是不是也才可以 趾高氣昂啊 所以這真的是很可悲啊 所以錢雖然不是萬能 但是沒有錢是萬萬不能 好 那所以實在是很悲哀 但是這是一個事實的一個呈現 那麼我們得知道王熙鳳的處境 就是在這個現實之中 那麼所以呢我要問你們的一個問題是 當賈家已經有了困難的時候 王熙鳳應該把這份假裝捐獻出來嗎 你們覺得呢 我不給答案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每一個人的答案都可以很有道理 那我個人覺得不可以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沒有必要要一個女子 把他呢可以說是唯一剩下來的依靠 都無條件的奉獻出去 除非這個家真的對他很好 好到真的是你可以信賴 大家真的是一家人共存共亡 那麼我覺得你要他去做這樣的犧牲 還有點道理 沒有一個道理要一個人 用犧牲他自己本有的權益的方式 去幫助別人 這我已經跟你們說過了 所以我曾經在一個論壇上面 看過一個網友 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就在想 我覺得他的想法不對 可是我說不出哪裡不大對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他的問題就是說 澳大利赫本啊 他晚年不是就去從善那個慈善事業 有沒有 就做聯合國的那個兒童大使 然後去呼籲這個世界人 注意到什麼索瑪利亞啦 利比亞啦 那些很多可憐的兒童 然後就是等於說召喚世人 來共同幫助這些小孩子 結果呢 最有趣的是就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們不會想到的問題 可是就有人想到 可是他想到也幫助我們來思考 也是好事喔 他就說 阿雷赫本那麼有錢啊 確實啊 他是那個舉世知名的明星 所以呢在瑞士鄉間 還有一個好大占地好大的 那叫和平之底 他就是中年之後 就在那邊過著那個算是 儀式獨立的生活 他喜歡的就是那種平靜的 然後呢照顧花園 那麼絕對不是那種什麼好萊塢的 這個五光十色的那種世界的一個人 很純淨的一個人 但是他確實是有錢 可是這個網友就說 他竟然那麼有錢 他為什麼不捐出來 救那些非洲的難民呢 然後我一看到這個問題 第一個感覺是說好奇怪 你怎麼可以這樣要求別人 可是再仔細一想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要求別人 假如不可以 不可以的原因在哪裡 那我又想了很久 那我想呢 這個你們可以自己想 就這個道理為什麼是不可以 這樣子去要求別人 或者是去甚至去實踐 那你們可以想一想 好我自己有一些想法 但是我想我不用在這邊多談 你們可以自己去想 所以總而言之 就因為想這個問題之後呢 我覺得同樣的邏輯 我們要王熙鳳呢 把他的這一份嫁妝 那麼奉獻出來 去填補假家 這個簡直已經是漏洞百出的 一艘鐵達尼號 那合不合理 那麼我的答案是不合理 所以我覺得王熙鳳保留 我這份私房的嫁妝 事實上呢天經地義 所以他因此在賈家的這種 千挪萬臭的情況之下 然後還這麼辛苦的 那麼挖東牆 古西牆 我認為呢 不能用他的這一份私房嫁妝 來動腦筋來打主意 所以我們現在呢 再回到王熙鳳呢 他的最後我們可以看到呢 整體而言他整個處境上面的 一個悲憤跟他的絕望 所以你們看一下 回到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第72回 他說我真的還等錢做什麼 這就是我們要提到 他有嫁妝的原因 有三萬兩 其實後半輩子是夠用的了 一般來講啦 那所以呢 真的了解這一點之後 我們對於王熙鳳的放高利貸 或者是這些跟錢財有關的 這些慾望恐怕就不見得 只能用慾望來解釋了 而還是必須考慮到 他現實中的若干難題 所以下面果然說了 他說我真的的還等錢做什麼 不過為的是日用出的多 寄的少 那麼這屋裡有的沒的 下面我們又加底線 又加底色 雙重強調 就是希望各位注意到的一點 就因為賈家若不付出 可是他作為管家的一對夫妻 賈蓮管外面 王熙鳳管米麵 你不能管到這個家 就是過不了生活 然後沒飯吃啊 所以呢請注意喔 他說這屋裡有的沒的 我和你姑爺一個月的月前 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前 通共一二十兩銀子 還不夠三五天的使用呢 來先看這一段數字 我說過喔 錢很重要喔 來他第一個請你們注意 賈蓮跟王熙鳳的一個月的月前 那個在第四十五回 第四十五回的時候有提到 好 他是五兩 好啦 沒錯 來 五兩 那麼所以他跟賈蓮的月前 加起來是多少 來 這邊有出現 第四十五回的第一頁 687頁 好 最後一行就有提到 他就對那個李丸說 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前 比我們多兩倍銀子 這樣就除以二嘛 所以王熙鳳是五兩 因為他是已婚的 那跟未婚的二兩就不一樣 那李丸為什麼會多兩倍呢 那就是因為他是寡婦啊 所以呢就多一倍的錢 等於說連他丈夫的那一份也給他 懂嗎 然後當然還有別的優待 好 所以我們現在很確認了 欸 賈蓮跟王熙鳳呢 兩個人的月前加起來是十兩 結果呢還要加上四個丫頭的月前 欸 連平兒這些人 平兒的月前應該也是二兩 因為他算是竊了嘛 對不對 然後呢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大丫頭 大丫頭的話大概是一兩左右 那有的時候不用一兩 是用一吊錢 那這個呢 欸 兌換上面有一點麻煩喔 不過通常來講在HOMOMO裡面 一吊錢等於一兩銀子 但是實際上的價值會有落差 但是呢在換算上面 他們是等值的 好 實際上 好 所以各位我們就粗略來看 照他的算法 果然兩個夫婦加起來 連上四個丫頭的月前 是不是確實就是一二十兩銀子 對不對 就是十幾兩嘛 好啦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對於他們這個家務的支出 就月前這個部分 又多了一項的認識 可是呢 對於我們現在所談的重點 還不是如此 重點是這一二十兩銀子 還不夠三五天的使用呢 那這代表什麼意義 假家開銷很大 好 一二十兩三五天就用光了 這個還不算是特別嚴重的 因為各位不要忘記 劉姥姥來到榮國府 那一頓螃蟹燕 是不是就花了二十多兩對不對 那當然啦 那個是有那個薛寶菜出錢 可是你大約知道說 假如要這樣的盛宴的話 那一天就已經不只一二十兩好不好 那個何況還有很多其他的開銷 所以呢 你就可想而知 假家真的是一個漏洞百出的鐵達泥號 太龐大了 結果真的就已經沒有辦法轉彎 然後也已經填補不了任何的那個漏氣 好 其次我還要你們注意一件事情 這一二十兩銀子呢 還不夠三五天的使用呢 意思是什麼 他是不是把他們一家主仆的月錢 通通都捐獻出來了 就用在那個出的多進的少 所造成的那個財務缺口 所以你說他沒有犧牲嗎 有啊 他真的是大手大腳不知 賠電了多少東西不只東西 還有他的月錢 所以你可想而知 就此而言他做的真的已經夠了 你願意在你們搬 那個搬服已經錢不夠的時候 把你的零用錢捐出來 大概不會願意 那這不能說你自私 只能夠說 這是人之常情 我們必須尊重 可是王信聰已經遠遠超過我們了 他真的把他的月錢都捐出來了 那別人捐有沒有呢 沒有啊 沒有任何看到別人來幫忙啊 所以他已經很辛苦在支撐了 你實在是不能再苛責他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請看下面 他說這不是樣兒 前二老太太生日 太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而來 還是我提了一句後樓上信 有些沒要緊的大同席家伙 四五箱子拿出去弄了三百銀子 才把太太的遮羞禮給堂塞過去 他說那我是你們知道的 那個金字民中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 沒有半個月大事小事倒有時來見 白田在裡頭 怎麼叫白田在裡頭 那是白花掉的 不是在一個呢日常的一種呢 這個使用中 而是在日常使用都已經不夠的時候呢 又冒出一些別的事情來 結果就把這五百六十兩銀子 又完全的白費掉了 你就知道這多麼恐怖的一個財務缺口 你看越看就越大動 你就越只能夠妄動心探 那所以王熙鳳很辛苦啊 你看他賣掉的是他的自民中 然後之前是不是拿他的金像圈去盪 他已經開始把他的月前 把他身上屋子裡所有有價值的東西 都開始點盪了 或者是開始販賣了 你要注意是他自己在做這個犧牲 沒有任何別家別戶別人 跟他做同樣的事情 你憑什麼在苛責他 這是我希望大家要注意到的 以至於呢請看我們剛剛刻意跳過去的那一段話 就是這段話 他說呢若不是我千挪萬挪的 那麼這個賈家早不知道到什麼破窯裡去了 所以這句話就是希望大家注意到 若不是王熙鳳的這個努力補天 賈府的這種表面的太平 根本上也早就終結 所以這是我們曹雪芹之所 這麼讚美王熙鳳是群菜一二可持家的原因 然而即使如此 他還要受到裡裡外外 所有人對他的惡言批評 以至於呢他最後非常的悲憤 那麼各位你們看一下 第72回他就提到了一件事 他提到了說若不是我千挫萬挪的 早不知道到什麼破窯裡去了 所以下面他接著說 如今我竟然呢落了一個放障破落物的名額 好啊 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 我比誰不會花錢 咱們以後就坐著花 好 到多早晚是多早晚 有沒有注意到這真的是灰心 然後絕望悲憤到極點 你們沒有這樣子的苦心努力過 遭受冷嘲熱共過 被打擊過 還依然堅持著經驗的人 你不知道這樣的話 真的已經是到了悲憤到極點 真的是要一步到同歸於盡的地步 因為我有類似的經驗雖然不是這一個範疇 可是很能夠體會他的心情 各位想一想 我比誰不會花錢 對不對 王熙鳳要花 不會花呀 他可真會享樂的一個人啊 他還有三萬兩的這個私房錢 他幹嘛這麼的辛苦 而且辛苦得來的結果 是不是其他人各個安復尊榮 對不對 不但不感謝他 還要說那麼多的難聽話 把他孤立然後讓他四面楚歌 久而久之沒有人不灰心 沒有人不放棄的啦 所以最後就說好啊 那我就放手啊 天塌下來大家自己去承受嘛 這個叫做共業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我也會垮啦 這艘船我是跟著一起沉啦 可是憑什麼我一個人那麼的辛苦 你們在那邊享受太平歲月 然後還要罵我 然後呢最後最後只有我一個人這麼的辛苦 那到最後你就會覺得那就算了 所以咱們就坐著花 好到多早晚是多早晚 然後呢時間一到大家同歸於盡 然後呢誰也救不了誰 誰也怪不了誰 那時候你就知道 你們感謝我已經來不及了 我也不稀罕了 就是這種心情 聽得懂齁 好所以喔真的做事的人很辛苦 不要老是從你的角度呢 一直在找人家的麻煩 批評人家做的不夠 你真的不知道他的努力 已經遠遠超過你了喔 所以搞到後來真的到這一種灰心絕望 然後完全放棄的時候 那就是大家同歸於盡 好 那到這種時候 真的沒有誰會被救得起來的啦 所以喔也那時候也沒得抱怨的啦 也沒得後悔的啦 反正呢同歸於盡喔 所以呢看看最後一段 總之王熙鳳果然也真的就放棄囉 剛剛的是在第72回 他表達出這種悲憤跟絕望之心 最後他果然也都放手了 這是在第74回 好 那王熙鳳這對平兒說喔 剛才又出了一件事 然後就是家裡面又鬧出了 這種不合規矩的事 然後呢 他就對平兒說 我想算了 因為呢你速日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你就可以閒一時的心 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 他說我因為聽不進去 果然硬了些 對不對 你看我弄到現在身體又壞了 然後呢又得了不足之症 然後又流產對不對 又失掉了唯一的兒子 然後呢又惹得萬人咒罵 所以真的是沒有必要 所以你看先把太太給得罪了 而且自己呢反賺了一場病 所以如今我也看破了 隨他們鬧去吧 橫數還有許多人呢 我白抄一會子心 倒惹得萬人咒罵 何必呢 所以我且養病要緊 便是我的病好了 我也做個好好先生 得熱且熱 得笑且笑 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吧 所以呢鬧出了這件不堪的大事 他說我就只答應著知道了 我完全呢白不放在我心上 好 所以他也不管了 你們知道不管的結果會是什麼 就是混亂 就是由內部崩解 所以 所以 第十四回寧國府呢 因為秦可欽的死亡 要料理喪事 那由於寧國府呢 組織代價太寬一片混亂 於是呢才要請出王熙鳳 這樣的一個鐵面無私的人來治理 請你們注意 雖然大家都覺得 哎呀這段時間就算我們的災難期 大家就先忍耐 過了一個月 喪禮結束之後 這個夜叉呢又回到他們榮國府 我們又可以回到我們的快樂生活 所以大家忍耐忍耐不要抱怨 但是請注意 其中有一個人說了一句公道話 好 有一個寧府的管家就笑說 論理 我們裡面也虛得他來整治整治 都特不像了 所以寧國府的不像話是始終如一 對不對 所以到最後你們都知道非常的 已經非常的不堪了 所以你看喔 真的沒有王熙鳳 榮國府就會變成第二個寧國府 然後呢 不要忘記第五回秦可欽的判詞 是不是有一句 開端造性實在寧 他根本認為賈家的敗落的根源 就是寧國府 你們不要忘記這一點喔 那為什麼是寧國府 事實上不只是亂倫的問題 還有別的問題 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 可是真的 榮國府一旦沒有王熙鳳 這樣的刻苦操心 這樣的盡力維持 他立刻就要步上寧國府的後塵 好 所以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 讓我非常的感慨 所以以王熙鳳的悲憤 我也實在是感同身受 那麼回到我們寧國府 你看那一個月果然脫胎換骨 我們把這段看完了 果然呢 寧國府那段時間 就在鳳姐整治之下 那麼眾人也都各有各的歸屬 各有的投奔 不是先前的每個人都只剪便宜的做 剩下的苦差每個招攬 那各房中呢 也不能有出現以下的狀況 什麼趁亂吃泥東西 因為人多手雜嘛 一不小心怎麼東西就不見了 你也找不出握手 那這個家真的是很快就會完蛋了 所以他說 便是人來客王也都安靜了 然後不比先時百茶 又去端飯 正培舉哀又顧接客 所以呢混亂到說 無頭去慌亂推脫 偷閒卸取等等的弊病 你看王熙鳳一整治第二天 一幹都捐了脫胎換骨 所以只要有這個人在 你大概也可以知道呢 這個天下還可以維繫 一個太平的局面 但是連這個人都灰心 你就可想而知 賈家對他太不公 可是什麼叫賈家呢 不是一個抽象空洞的語詞 賈家是由這麼多形形色色人 所構成的 而這些人他們到底做了什麼 他們到底付出了什麼 那麼憑什麼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對待王熙鳳 這就是呢一個活生生的前車之劍 我認為我們現在在這個時代裡 我們都也跟周圍很多 其他各式各樣的人在合作 我們上面也有老闆 也有掌權者 將來我們自己也會作為老闆 也在某些地方 可能也是有權利的主管 那麼請深思王熙鳳所帶給我們的啟發 真的要讓一個有權利 那麼願意好好做事 雖然也有缺點的人 到最後呢放手不管然後同歸於濟罵 這就是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的問題 那我們舉了這麼多例子 當然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從裡面的思考到其他延伸出來的問題 第二個也希望呢 對於王熙鳳我們可以有 也許你們原先沒有想到的部分 我們一必注意到他 然後呢把他整合到我們對王熙鳳的 一個認識的整體結構裡面來 那麼也許對這個人物 我們就慢慢的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評價 當然這個評價對王熙鳳本身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到底為什麼這樣評價他 那麼反過來證明你是一個怎樣的讀者 所以呢這就是我們藉由王熙鳳 想跟大家分享的 小聲鼓勵